加能格股票本周呈现下跌 这是因为投资者担心该公司的债务负担会加重 大家好 我是路易斯麦考利 欢迎收看本周二的新闻回顾 总部位于瑞士的该贸易和矿业企业 录得史上最低的盘中低位 也就是昨天 该公司股票在伦敦市场暴跌29% 股价暴跌之后 Investec警告道 如果大宗商品继续保持目前低位 以及来自中国的需求低迷 加能格股价可能会继续下跌 此外公司的重组和债务偿还 可能会让股东损失惨重 对债务偿还的担忧 还致使周二压周盘内 加能格香港的上市股票下跌27% 新加坡注册的莱宝集团下跌12% 悉尼上市的利拓和毕合毕拓分别下跌5%和6% 美国全球投资者公司的CEO和CIO 弗兰克霍姆斯表示 加能格现在像是雷曼兄弟集团 他们拥有最为先进的交易平台 涉及到金属 煤炭 铜矿和铁矿石的交易 他们绝不仅仅是一个将铁矿石从地底挖出的企业 如果他们破产 这会导致全球性的影响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 一个加能格的内部人士告诉CNBC 将加能格与雷曼兄弟相比较 并不完全正确 我们没有相同的商业模式 不共享相同的杠杆效应 雷曼之前流动性不足 我们则有巨大的流动性 奥本海默资产管理公司的常务董事 和机构投资组合策略主管安德鲁·布克利表示 加能格是当前大众市场低迷影响信贷市场的例子 现在出现更多的信贷问题 这也更加令人担忧 他还表示道 在商品市场处理之前 您将会看到更多的企业 陷入信贷困境的传闻出现 10月份如果美联储加息的话 还会有麻烦出现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goodbye for now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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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